對於打鼓的朋友來說 在一套鼓裏面很多東西都可以更換 我們今天也想介紹一樣 是經常都被人忽略的產品 也記得追蹤我們IG Like我們Facebook 一有新的資訊大家就會看到 今天又回到我們Benderys的環節 我是Marvin 今天在我身邊的古老明 我們之前在通理琴行的Instagram 很多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會問一個IG的問題 就是問大家 究竟我們接下來的Benderys的節目 大家想看些什麼 很多朋友都有回答我們的問題 我們看到其中打鼓的朋友 對我們今天想介紹的東西 很有興趣和想知道多些 那是什麼呢 就是這個 古皮 其實古皮 像Marvin所說 其實很多打鼓的朋友都會忽略它的 因為它的價錢不是很貴 一塊膠 很多時候他們會覺得 其實隨便吧 有就可以了 但其實它往往是最影響過鼓的聲音 的一樣東西 所以我們今天想跟大家說一下 古皮這件事 亦都可以給大家一些提示 給大家選擇不同型號的皮 其實古皮來講 真的要看你自己需要什麼聲音 有時候如果你想那個鼓 譬如是開啟一點的 所謂就是冬一點 就是多一點resonance 其實那塊皮應該要比較薄一點 還有沒有那麼多特別的東西 在上面 或者是冬了那些聲音 相反 如果你想要那個鼓 是要有些實正的聲音 或是厚實一點的聲音 那可能選擇那塊股皮要厚一點 那既然是這樣 不如我們介紹一下 假設我們想買一塊股皮 究竟有什麼選擇 其實很多有時候有些股 都會跟我們叫做跟機 即是default的那塊皮 都會是ambassador 通常股皮 大家都會看到 那透明和白皮 怎麼選擇 有什麼分別呢 白皮是怎樣 為什麼會是白色 白色膠還是 其實它那塊膠是一樣的 剛才我們介紹的那塊膠 其實它叫做Miler 是一個Duel Point的產品 其實它出來的時候 本來是透明的 那是否因為好像剛才你所說的 因為對聲音上有些不同的要求之後 他們就研究 那便決定原來 它在表面噴了一層白色的東西 之後會令到聲音會比較乾身一點 而且它的感應會比較大一點 對比起透明皮 那麽視乎如果坊間 大家看到很多時候 譬如我們放Snair 都會用白色的會比較多 那其實白色股皮之外 就會有這個透明的 其實這兩種都是有不同的聲音的分別 正如好像Marvin剛才所說 那麽白色的皮 就會打下去 就會更加白一點 白一點 透明的皮 就更加穿透一點 就是這樣 那這個一層的股皮 就真是一個standard 就好像我們古棍的5A 那樣 它又不會是最薄 也不是最厚 剛剛好是中間 而它亦都算是放在鼓那裏 就發揮到鼓的最原汁原味的聲音 因為它又沒有什麼特別的在上面 那很多人都會選擇這個oneply的皮 可以用 通常這個透明的皮 會放在鼓那裏 也都是很多時候 我們會用這個底皮 都會用這個一層透明的皮 那我剛才說有一層 那有一層的意思是否有多於一層 沒錯 其實這個一層只是其中一個模特兒 當然 因為有些鼓手 譬如我這些 很大力 或玩得很Rock 有時一層的皮 就很容易會凹 很快 就是Durability 不是很高 所以它就會有兩層 除了內用性會高了之外 其實聲音都會厚實了 有些好像很有名的蛋糕 然後有這麼厚的十幾偏層 但是太多你裝不上去 就是你這樣打下去 然後就好像整個模特兒一樣 Muffin 其實除了一層兩層之外 其實我看到有些鼓皮 都有些奇怪怪的Pattern在上面 那些會是什麼 可能這股手朋友不明白 不如你解釋一下 好像那些墨田圈 對 墨田圈有一外星人 外星人 其實雙層得來 它有些是雙層更厚 大家看到有時候 坊間時也看到有些鼓是 即是你放在鼓上面 也有一個黑色的圈 那一隻會再 那個damping的效果 會更加明顯 至於RAMO 我們叫做Pin Stripe 所以為什麼有一個Pin Stripe 所以為什麼有一個Pin Stripe 那個東西的作用 就是它更加會幫助到 去減低Resonance 還有增加Tech 所以很多朋友 很喜歡用在Tom Tom 或者大家喜歡很乾的Snair聲 其實剛才阿明也說過 如果你喜歡比較乾身 或者比較大顆的Snair聲 通常就會越簡越厚 有時候你會見到另一個模特兒 它就叫做Control Sound 其實這個模特兒 我想很多人都會見過 就是一塊皮 就是白色的 中間又看到灰色的圓圈 那個Dot 其實它是底部有一塊黑色的Dot 黏在白色的皮 就會看到像灰色一樣 其實這個皮 我想是很多鼓手很常用 尤其是我們玩Rock 甚至Metal 那些鼓手很常用 因為那塊皮 會令到鼓的聲音是很focus的 focus得來 因為它是單浸的 但是它有一個Dot 它是實正得來 都會有一點Resolence給大家 如果喜歡的話 就可以保留在這裡 不喜歡可以再做其他 例如Moon Gel 或是其他Dampling的東西去再Mail 例如我們上次介紹的Big Fast Netrun 我們可以放一個連結給大家看它的影片 其實這個CS 我想是我自己其中一個最常用的 每一次用 可能換都會換這個 其實有中間的圈 有外面的圈 那有沒有可以一起混合 應該有的 對 如果它一起混合 又有中間的圈 又有外面的圈 就是我們接下來講的這隻鼓皮 我給大家看看它的樣子 就是這一塊 我們叫做P77 其實它是加厚了 旁邊 中間和那個frame 即是frame本身都是厚一點的 那是一塊鼓皮 很多打鼓的朋友 尤其是像阿明這些 他很喜歡大力打鼓 他玩的音樂類型 會比較大聲一點 重型一點 這個對於你想很清楚聽到 Snair的Attack 這塊皮真的非常之好 其實我很喜歡這塊皮 我剛才不是說過 我很喜歡Control Sound CS 中間的Dot 但我有時略嫌它的聲音 是太多Overtone 那在我們那一場 可能我以前用CS 然後再Meal一些 譬如用Snairway Bigfoot Snare 那些去Meal一Meal 那我就覺得好像太多了 那現在它出了這一塊 叫P77的皮 真的剛剛好 可以滿足到我那種 我要很Focus 有一點Overtone 但又不會太多的聲音 還有我很喜歡它一件事 就是有時候 你肉耳聽鼓的聲音 未必好像真的 錄音 換了這塊P77 給我的感覺 就真的好像 你在聽歌裡面的鼓聲 所以我都很喜歡這塊皮 其實會不會跟你本身 比較多用金屬Snair會有關 關不關事 其實都順帶一提 如果你那個Snair的Volum 是很厲害 譬如說一些金屬Shell 或Cast shell 或是一些很多派的木 很響的Snair 一定是用厚一點的皮會好一點 因為如果你用太薄的皮 聲音就會很炒耳 還有控制不到那個聲音 反而越厚的皮 用在這些那麼吵的 那麼大聲的Snair就會好一點 即是如果用薄皮 就變成傳說中的As an Anger的聲音 那我剛才看到 除了我們剛才說的透明皮 白色 我記得那股皮是整塊黑色的 那那些又是為何貴的 黑色其實就不是噴一隻色上去 好像白色那些 白色剛才說過是噴了一層 coating上去 其實黑色是會用另一種黑色的Miler 一些物質去製造的 那其實黑色這些皮 通常聲音就會比較溫暖一點 而且真的比較暗一點 好像它的顏色那樣 即是很適合一些 例如Gospel 或Hip Hop 那些 或是特別喜歡的聲音 響得來 又有些比較暗一點的聲音 那有時候以我的理解 但是Dark和Bright 只不過是聲音的頭射出來 我自己解讀為 如果你說是Bright一點的 就是聲音會向上 而Dark那些就會橫向一點 我想這個情況 都可能會有少少像我們上次介紹的 就是茶叉的道理 就是Bright一點的茶叉 和Dark一點的茶叉 都是啦 我們放回連結在深處 給大家看我們上次介紹過 茶叉其實原理上 有少少類似是這樣的 除了黑色呢 我見過有些很漂亮的 尤其是黑色的皮 我見過有隻超級漂亮 好像那些月球燈那些 那些又是什麼 大家現在留意一下 我們的背景 我們等於弄了一個 對 大家看看 那我其實是做什麼 就是當初 就是少少 就是我們先弄了白色的皮 剛才說過 噴白色 後來有些玩Jazz的朋友 就覺得 你剛才說過 你覺得白色那個太薄 所以你要瞄準它 所以你就越用越厚 對嗎 當時有很多玩爵士的朋友 就反過來 他覺得太厚 他想要再多些Over tone 反應再快一點 尤其是在用Brush的時候 他會可以再響 就是會清楚聽到那個Brush的聲音 於是Rammo 就發明了一件事 叫Fibre Skin 就是剛才 現在大家看到這個月球 如果曬了燈之後 就有些月球紋 其實它是一塊比較薄一點 其實那個面 它是做了那個Pattern 這個薄一點的皮 還有這個特別的質感 就很受玩Jazz的朋友歡迎 現在我們經常看到兩個情況 我們經常看到這些 通常是玩Jazz的朋友的Snair 以及大家的Bass drum的外面 是啊 這個打燈真的超級漂亮 這個拍MV 一個出show 真的你在後面打一盞燈 你一瞬間 我估計就會變成月球 好像你的MV 瞬間變月球 瞬間變月球 好像你的MV 是啊 一定要看 還有這個Fibre Skin 其實為什麼它有這樣的名字 其實它都是 有些好像復古以前 聰明泵百年代的時候 就是這些古皮 其實是用動物的皮去做 其實它都是假裝 所以這個是100%Vegan 沒有動物的成分 不用怕 不需要怕 其實除了剛才我們提到的質感之外 其實現在這個時代 已經發展到很多不同很特別的皮 其中一隻皮一定要說 那是什麼 就是這個油皮 坊間大家經常叫油皮 不是做蛋撻那些 油皮 不是做蛋撻那些 其實你看到它是兩塊很厚的畫面 其實它裡面有一點好像啫喱 在裡面 對 那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就是去到終極了 就是直接是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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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是沒有 靈通 因為它還要靠一塊很厚 因為它裡面有一點點緩衝 因為它裡面有一點點啫喱狀 那樣的東西 讓它打下去的時候 根本上它是震不到的 如果你想要一些 譬如很多朋友我看到 它用一些小小小的Floatone 我看到很多人 它就很喜歡用那塊油皮 令到那個Floatone 真的很低音 很多東西 的Floatone 很多人我見過這樣用 譬如我們以前 有很多朋友 都是整套股用了 所有的作用都見過 當然這個就真的好看 大家是否想要這個聲音 所以我們可以見大家 可以試一下 究竟你喜不喜歡這個聲音 因為它真的 跟一般大家坊間認識的股聲 有一個很明顯的分別 我們上次的影片 就是Big Fat Snare Drop 其實是比較新的產品 但未有這個產品出現之前 其實它這個品牌 推出這個Model 就是為了去做一個很肥的Snare聲 就像Muffin所說 其實中間的啫喱狀 油的那些 就會減掉那些Overtone 做一個很肥的聲音 即是會肥得來 又有很Attack的聲音 類似一個Gate的Snare聲 我看到它有一個很大的Bass drum 外面有一個膠圈 那這個膠圈又是做甚麼呢 其實這個又是一個科技的發展 我們剛才說玩texture 不夠 然後還要加些東西上去 令到苦手可以拿到它需要的聲音 講到最受歡迎的Bass drum皮 那一定是它的 就是Evans的E-Mac 剛才你看到一個圈是做甚麼鬼 其實它的筋皮 它會有兩條海綿的圓圈給大家 那這個框就是被你塞進去的 那你可以根據自己的喜好 譬如我想Bass drum更多的 那就換一塊厚一點的海綿寶寶 那如果想Bass drum更多 就換了Plektric 這個E-Mac 隨著它的設計 其實之後都越來越多的Bass drum皮 因為大家都知道Bass drum其實是很大的 有時候有很多人塞枕頭、皮、Plektric 都丟進去 就像你這樣放M字進去 對,放公仔進去 因為有時候Bass drum如果你的皮是單浸 因為不夠厚、不夠muffle得多 其實聲音會好像生動 所以有多這些muffling 其實聲音才夠punch 所以這個E-Mac這個Model 就真的很受我們的鼓手朋友歡迎 因為它又是可以瞬間 瞞了另一隻聲音上去 是真的挺好的型號 說了這麼久 其實我們有一隻皮是一定要提 因為很多朋友都試過中招 而令到為什麼我的鼓聲這麼難聽 做什麼事發生 這個就是我們經常在店裡 很多客人都會遇到的問題 就是他進來 想買一個Snair皮 通常我們第一個反應就是 你的Snair是多少寸 那14寸 那你要透明還是白色 我需要透明那塊 好,那對話就來到這裡 那就出現了一個問題 大家要留意就是 其實Snair的底 雖然是透明的 但並不是我們剛剛講過的 任何一隻透明的皮 Snair的底皮是一種東西 大家一定要留意 不要買錯 因為它有一塊極薄 薄到一塊玻璃紙的東西 因為它靠一個很高的緊張 去拉走它的時候 才能給到那個Snair的反應 如果大家買了一塊正常的 普通透明的鼓皮 放到Snair的底部 那就真是搞笑了 就變成了 聲音會咚咚聲 整個甜巴黎 或者是月餅罐 真的是月餅罐 Snair聲 這個我們經常見到 很多朋友都會遇到的問題 所以記得再一次提醒大家 如果大家想買Snair的底皮 就只需要跟我們說 你想買Snair的底皮 還有你拿上手的時候 你感覺到它好像玻璃紙一樣 那個就對了 記得這個千萬不要賣錯 在這個疫情的情況下 其實有一隻皮 就真的最受歡迎 那隻是什麼皮 就是一塊白色的網 這個網是做什麼 就是只要你換了這個網 其實這個網面皮 是跟我們平時 大家很受歡迎的電鼓 電鼓的網面 其實原理是一模一樣的 其實它透過做了一塊網 而不是一塊Miler的鏡頭 只要你換到鼓 其實它是很有效地 將你的鼓的音量 減到低了很多 如果大家在家裡 不想打Place Pack 或者你家裡剛好有一套鼓 而你日間又想打 你想真的可以設定鼓的距離 鼓的高低 設定出來打的話 大家就很好 應該就是用這個網面皮 加上這個靜音茶 實際放在家裡連贏 就為之非常好 還有一個很好的地方 就是譬如 通常有些網面皮 都不是白色 像這個牌子 Remo 它就會有白色的網面皮 其實有時候 對於我們要拍MV 即是很煩 拍MV 怎樣的鼓 可以不太吵 因為你不是響聲 你真的假裝的 所以有這個白色的皮 就真的很開心 看上去你好像用真皮 但又不會吵到拍攝的時候 的情況 那就是一個非常偉大的產品 剛才我自己說了 我最喜歡用P77 和Control Sound這兩塊皮 那Mavin你最喜歡用哪一個皮 我最近經常都很想試這個P77 我買了回去尾試 我也想試試 因為我很想試試 如果用一些很厚的Snair 分別會有什麼 但我大部分的時間 其實叔叔年紀大 也是一個問題 大部分的時間 其實我是用最普通的單層白色皮 我自己喜歡用單層白色皮 然後自己去配合其他東西 去玩一下不同的東西 去多一些不同的聲音 之後我決定了 因為我自己的習慣就是 我每一個Snair 我就會想找一個 適合Snair的聲音 所以我基本上 我每一個Snair 調整到同一個Vibe 不是同一個聲音 而是同一個Vibe 我喜歡一些實性 很Crack的Snair 所以我就說很喜歡用CS 或是P77 跟大家介紹了這麼多一股皮 希望大家也有一個Rough Idea 知道怎樣選擇這皮 我們就不逐一跟大家說 這塊皮是多少mm厚 希望大家可以根據自己的音樂的喜好 對聲音的喜好 可以選擇皮的厚薄 或上面有沒有Lemuffling 那些東西 今天我們介紹股皮的環節 來到這裡 記得我們久不久 會在我們的Instagram 或IG questions 即是IG story 會有時候問一下大家的問題 大家記得踴躍 說一些大家想要的東西 給我們聽 我們離開之前 記得要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追蹤我們的Facebook 和Instagram 有最新的資料 我們會馬上放上去 我們下次Vaneris再見 拜拜 為甚麼 我們會不會吃到 我們不會吃到 去香水 我們會不會吃到 那些水分 你們會不會吃到